雲林縣陡南鎮豐田工業區入口處 在上午7點多發生了多車的碰撞事故 肇事車輛在幾乎沒有煞車的情況之下 高速衝撞了停等紅燈的四輛汽車 以及一輛機車 另外有一輛汽車跟機車是驚險閃過 當事人驚呼 突如其來的巨大碰撞聲 真的是嚇壞人 整起事故造成了一死四傷 路口號之輛起紅燈 車輛紛紛減速停等 下一秒蹦 後方一輛自小客車高速撞傷 汽車機車就像保齡球瓶被撞到往前滑行 可見力道有多驚人 而肇事車輛還180度四輪朝天翻覆 一度竄出大火 一旁工廠員工協助救人 並拿滅火器滅火 三號清晨漆很多 靠近圓林陡南豐田工業區 發生多車碰撞事故 不要在這間 不要在這間都沒動 當時五輛汽車和兩輛機車在路口處停等紅燈 沒想到後車高速追撞 就在最外側汽車和機車幸運閃過 我騙人上了 我騙人上了 兩輛車輛車輛 我腳痛 腰痛 腳快說我 你車子怎麼坐的而已 對 我要上班 首當其中45歲零性駕駛 一度受困在變形的車內 在警察人員救出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送一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那相關的造勢原因現在還在離清當中 整體事故造成一死四傷 由於發生時間剛好碰上上班尖峰時段 一度造成此路段擁塞 警方在現場指揮 避免在衍生其他事故 整起車禍的造勢主因有待後續調查 結果正義 雲林報道